灣區半月灣 槍擊案疑犯週三提堂 兒童即場暴力有關 灣區海邊城市半月灣Half Moon Bay 週一發生在兩間農場的槍擊慘案 導致7人死亡、1人危殆 66歲的華裔疑犯Chun Lee Zhao 將會在週三提堂 食脈雕院地檢官表示 目前依然在調查槍手開槍的動機 其所用的槍械是屬於合法扣入並持有 暫時有關方面未決定最後控罪的內容 但相信會與兇殺有關 院警局局長Christina Korpers就表示 死者是阿裔或西班牙裔 目前證據都指向有可能與即場暴力有關 據悉槍手先在92號公路 Mountain Mars Rome Farm開槍射殺了4個人 然後1人重傷 California Terror Garden公司的發言人表示 他們在2022年3月收購了Mountain Mars Rome Farm 疑犯Chun在農場液首次已經在該處工作及居住 槍授期後到了2英里外另外一個空案現場 再開槍殺死了3個人 警方相信疑犯是單獨作案 槍警案發生2小時後 警員在院警局一個分處的停車場 發現了涉嫌是槍手的人並將他拘捕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